阿扎尔·科瓦契奇即将互换东家 切尔西边风阿扎尔加盟黄马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那科瓦契奇呢 虽然切尔西因转会禁令处罚 不能在这个夏天引渊 但基于他早已租借的身份 从黄马加盟切尔西 因此留队不需要重新注册 阿赖格里没你想象中的无情 消息说紫云杜斯主帅阿赖格里已经告知身边的朋友 自己会离开一甲 下一站可能是巴萨或巴黎甚至尔曼 估计很快就会有所宣布 不过阿赖格里也不是那么冷血的 只要球队愿意给他三年的加薪合约 并赋予他转会市场更多的说话权 那么他就会留下来 有媒体分析 财政公平原则是阿赖格里离队的原因之一 要知道球队花在教练和团队的薪酬合共达到1500万欧元 数目庞大 紫云杜斯基于遵守财政公平原则 希望节省开支 才有可能放走阿赖格里